最重要的部分其實只要跟他講說這個東西是什麼 他是一個Input Type 他是一個Tester 給他一個Name給他ID Name跟ID可以取一樣的名稱 預設值看你要不要給 有的時候有些人會希望在這邊給他一個預設值讓使用者去修改 那如果要讓他大一點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Test Area 就是這個地方Test Area 然後Column跟Raw以後這個當範本就好了 反正你要做表單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非常好用 以往你要讓人家在手機上記錄東西 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 那這個範例他的好處是 他有新增、有修改、有刪除、還有查詢 幾乎全部都有了 所以你這個範例可以套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甚至做一些什麼商務 禁銷存系統也可以拿這個來做也OK 為什麼要存起來就存在Column 那你最後甚至你可以再多寫一個 就是傳回到Server上面去的程式 就可以跟Server做同步了 那裡面的重點 因為書上面的那個範例給的實在是太瑣碎了 所以我把它改一改 其實就應該一目了然了有沒有 所以以後的話 你如果需要做文字方塊就Test就好了 拿這個來改就好了 最後加個Button Button的話就是Input Name 它的Name叫什麼 ID叫什麼 最重要是Type Type是一個Button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忘記也沒關係 拿這個當範例 改一改就可以了 那將來按下插入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資料寫入到資料庫裡面去 就會有一個新的景點出來 OK 那今天的話主要是一個新增還有一個修改的畫面 再來就是刪除 不過後面下個禮拜就會把程式部分 程式會更困難 可是我想我們這個課程的目標 不是要你們從頭寫到尾 而是你至少你要懂得怎麼樣 複製貼上修改 改得出你要的東西 不要說你連複製貼上修改的能力都沒有 那這樣恐怕 App還是做出來的問題 至少你要能夠懂得改 改一點點沒關係 OK 那如果說你要詳細的 把每個地方都完全了解的話 恐怕就是還要再了解程式 不過這部分的話我在下學期 我是有針對這個部分的細節再做進一步說明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定位還是在靜態的網頁 跟一個大概了解App的一個基本設計流程為主 那如果細節部分的話 當然沒辦法講得那麼詳細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可以把這個畫面參考一下 那下個禮拜的話我們會把那個 就是說另外還有一個頁面就是說 返回之後 這邊還有一個點擊其中一個可以編輯 有沒有 編輯的這個畫面 編輯景點 資料怎麼樣帶過來 怎麼去做修改 另外呢如果要刪除的話 怎麼刪除 所以下個禮拜的話 這個部分會難度高一點 不過你們就拿來當參考 我會幫各位做整理 類似像這樣子 反正整理出來 你以後就套一套就會了 反正至少你不一定求說完全都徹底了解 但是至少你要知道改哪裡 效果就做出來了 好 可以